今天我们来聊聊暴选目前最新的游戏 守望先锋 时间来到2013年 现在咱们经常问候的杰弗 刚刚被砍掉了自己负责的项目太坦 这对于杰弗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这原本计划取代魔兽世界的项目 就是要回战了自己手里 如果自己再不拿出点成绩来 他是要直接远不太滚蛋了 于是杰弗每天绞尽脑汁和头发 终于提出了一种带技能的设计类游戏 但是高管听完以后是很懵命了 他这之前也没见过这种玩法 你咋能够保证玩家能够接受呢 但是杰弗转念一下 反正这个项目没了我也要滚蛋的 我若咱就好恨一点 于是他一排作者发出宣告 这游戏不火我当场辞职 于是我守望先锋就这么立香了 项目小组每天加班加点 跟我耳鼻一样 甚至在刚刚完成游戏的第一张地图 和四个英雄空 就要面对下半年的报学加点化 结果再次许下好言 这守望必将在报学加点化上大放一彩 然后反手就给项目小组的工作量 点了个超级加倍 程序员老哥说我有一句妈买语不知当讲不当讲 就在这样的高压工作下 项目小组用几个月的时间 开发出花春和国王大道 以及最初的13名英雄 并在嘉年华上完成了十几演示 本事们经营了这个新游戏高度肯定 于是项目小组细心大增 继续赶工 最后在15年年底欧美服正式攻车 国服也在次年5月攻车 守望先锋就这么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守望先锋国服一经登陆就掀起渲染大波 画面精美 游戏又容易上手 再加上包学出品这十个大字 让守望先锋瞬间成为了当时七零级别的网游 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守望先锋的爆火 带动了另一个产业的操作一网 意思之间 网站上的主角不再是阿里和不知火舞 而是Diva和猎空 哎呦记得他那段时间 罗鬼我身体虚弱了不少啊 敢说实话 高达198的收价 属实让人有点害怕 记得老鬼我当时是用朋友的账号 玩了差不多有一个月 才下进去就要买了 啊那么游戏火了 啊下一波该做什么呢 没错就是比赛 这个老鬼我有点内部消息啊 说16年下半年 国内各大游戏比赛 几乎都被守望的霸占了 而比赛的奖励大部分 都只有守望的激活码 也就是说价值只有198 就这还有不少人参加的 但比赛一来这问题就出来了 守望先锋的比赛 观察性有点差 首先是官方没有设置时间做功能 导致导播没有办法提前预知 散事精彩部分内容 第一视角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观看全局 上帝视角的挪动也僵硬无比 而最重要的是这个比赛它不赚钱啊 办一个比赛大部分的钱 都要上交给游戏分体 为了这剩下蚊子大点的肉 还有类似的内活的 你说我整个英雄联盟比赛 它不香吗 守望先锋的问题开始浮土水面 守望的民间赛事 因为不赚钱开始逐渐减少 官方举办的赛事 又因为种种原因 只剩下了一个上海龙 而且成绩还稀碎 游戏头部影响力大幅下降 而游戏内部环境的变化 是搞得玩家苦不堪言的 当时守望的更新速度是登顶嘛 几张地图玩了半年 一重都不带动的 运势湖玩家的热情开始下降 毕竟男人嘛 总是希望有一点新鲜感的嘛 运势湖是天梯的猪神之战 快速的乱雪英雄之类的 当时如果你玩快速没有三个原始 都说明你玩的不够走啊 但是啊 把把进攻六个原始 被一个星星追着电聊 防守六个托比昂被百合挨个点名 换你 你也受不了啊 这也就导致玩家经常打完一把之后 就开始思考人生 说我到底是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的 这样长的游戏体验让玩家数量大幅减少 而网易的步骤为让玩家对游戏失望 虽然后来暴雪一时醒悟 开始更新皮肤之外的内容了 但一位不愿透露戏面的上钩拳角色 特地激怒了玩家 田拳的高机动性和高伤害 让后排和奶妈玩家毫无游戏体验 意识之间只要有肩膜出现的地方 玩家就会说 田拳羞弱了吧 这一颗手腕的平衡变成了笑话 国服玩家也不再将其试作一个竞技类游戏 而后来的地图攻防 也算是暴雪对国服的一种妥协吧 不过老鬼我还是挺期待手腕二的 但是按照暴雪的尿性 这手腕二估摸着也得到2022年之后才能上线 希望这次别量这么快了